只是扔這匹馬 全部馬不准備 六場賽事三班千二大熱暫時是三 最止這部 一開閘戰意中檔上場 響的入面黃三聲耀王者 內蘭股票傳奇 外面梵歌儀 在中檔位置還有銀河飛馬 外面白三十二馬 銘記之心亦在外面的位置 內蘭位置有童話 外面街景福星 尾三是余金寶 尾二是必跑得 暫時殿後是高搖智星 對面直路中段 十二馬都在外面帶出來 凡歌儀第二位 外面還有一隻街景福星 中檔銘記之心 守住內蘭第五 紅衣白帽 就是這隻股票傳奇 進佔第四 中檔第六位有戰異 後多層馬 聲耀王者 黃衣紅帽 內蘭灰馬是童話 後面四隻 銀河飛馬 必跑得 灰馬尾二是高搖智星 包了最後的馬 是余金寶 好了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就是那隻十二馬 佔先少少 凡歌儀在外面 偷入面上股票傳奇 找不到位置呢 外面銘記之心上來 最出還有隻聲耀王者 偷到最後二百米 十二馬還是佔先 外面有銘記之心 裡面偷位上來的股票傳奇 外面是聲耀王者 內蘭穿上來 還有童話 大外島高搖智星 接近中點 聲耀王者 還是佔先 一隊灰馬上來 外面高搖智星 裡面是童話 看看哪隻到先 黃衣 聲耀王者 外面 高搖智星 好像衝上來 都是第二 因為裡面的童話都在追 看看中點那一步 聲耀王者 到不到先 似乎到先 要拍照 外面高搖智星 裡面童話 十二馬 跑第四 偉大一巴Vin 這隻是三號的聲耀王者 莫雷拉 終點前上來 贏了 第二名呢 就是八號的高搖智星 巴道 十二個童話 跑第三個王晉 第四是優的十二馬 何仔堯 最後一階段 都是他 大熱門 2.7倍勝出 聲耀王者 我們都等一張照片 不過肉眼看似乎是 中間那隻電線 以後後那些Q飛 真的有些了道 是啊 一來一外 兩隻灰馬 雷 一在耳目的 三角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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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星耀王者,偉達3V,莫尼拉3V,偉達100V 偉達100V,說了這麼久,恭喜廉馬斯,偉達勝出第100場頭馬,重練 今晚長長講,現在只有這隻二門,27元左右 都是一個旅程碑,以前做騎士的時候這麼厲害,做廉馬斯都畫得這麼快 對,現在兩個都是王者,莫尼拉,偉達騎士的時候是王者 智星也繼續交到,下方第二 看看預計派賽吧,排第一名是3號星耀王者,獨人派27元,位置派14元 排第二名是8號高耀智星,位置派32元 排第三名是12號的童話,位置派78個半 排第四名是1號的12碼 連人308派201元,二重彩3號8號順序,派313元 單天3號8號12號派2176元 三重彩3號8號12號順序,派7408元 位置Q3達8派74元,3達12派180個半,8達12派606元 看來拉贏田探也沒有分 這樣就關鍵了 這樣就關鍵了 看看3選1預計派賽,勝出組合是A1隔夜二門,派14元 好,又看回巡邏影片 一檔的股票轉期,最後階段的票數相當之厲害 只剩下29元,但結果騎下去又不是太多 前面出來先是中檔的戰役,另外凡哥兒也走一下 帶外檔是12碼,守著第四位是銀河飛馬 中路位自己都聲耀王者,走外面當然是景福星 還有那隻是銘記之心的,貼欄的灰馬是銅畫 包尾那幾隻見到余金寶,黃色寶,綠三的 尾伊貼欄就必跑得,包尾的灰馬就是高耀智星 頭段的幾隻馬都純粹上前,所以步出都比較慢 兩隻加起來都慢了接近半秒,都屬於偏慢步出的賽事 還有10月馬今天有一個單騎慢放祭雨 所以沒有先前輸得那麼遠,不過都是上不了名的 頭髮也有點害怕的,你看他沿途的走鬼出襲最快 想撕進去就撕不到,頂了頂了頂了,頂了頂了 還要被人頂起三條,那隻鹿騎下去,他還可以收穫實地 雖然仁德敏,但今天祭雨也不是太理想的 面激之心,衣蟲換了人也斷腦,初段還衝得不錯 不過就不是很貫注到尾,反而頂出大洞,高耀智星 衣員也衝得很厲害,有些驚喜當然是銅畫,不過就圓難坑 第六場賽事都覆綁完畢 為止Q派載3搭8派74元,3搭12派180.5元,8搭12派606元 3選1派載勝出組派A1隔夜熱門派14元 2重彩3號8號順序派313元 4連環1號3號8號12號派1063元 4重彩3號8號12號1號順序派95067元 馬寶頭桿5號尾桿3號派138.5元 頭桿5號尾桿8號派138.5元 分段時間,頭段24秒03,第段22秒7,末段23秒62 賽線成時間1分10秒35 2 3 3 3